那么韩国花样美男组和FTisland在2月21号也是来到了上海 为第二天的演唱会召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 那么很多粉丝也是听到了这个消息 立刻飞奔到了现场 希望能够跟自己的偶像来一个超近距离的接触 而这五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也是接受了我们娱乐新天地的一个专访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乐队的超强魅力 FTisland含义是五个宝藏的岛 五个才会横溢的花美男凭借帅气的外表出色的唱功 俘虏了万千少女的心 原来是美男 原来他里面很可爱 然后就是觉得长得也挺帅就喜欢了 然后就爱上了又五年了 粉丝们对于FTisland的喜爱 不仅来源于成员们帅气的外表 更多的是因为主唱大人李鸿基 你实在是太爱卖萌了 就这一瓶水也能玩得如此欢乐 就算中文不溜 鸿基还是非常爱说 更是常常用着蹩脚的中文 把台下的记者逗得捧腹大笑 就连接受我们游乐新天地专访时 鸿基也常常对着镜头秀中文 爱卖萌爱傻宝 出道七年至今FTisland不仅在韩国拥有大票粉丝 更是常常活跃在海外的舞台上 主唱李鸿基更是凭借卓越的唱功 为时下最热门的电视剧 继承者们献身 美十五年 charger 光录之光 熊一年的电视剧 您所珍新的电视剧 你以后能看到 我以后能听说 静音乐新天地专讯 是乎的 正在帮你 我知道 他只有 根本里的电视剧 你好 我有真心 跟关心 有这起来 我看到 我非常 我知道 我最充快 在继承诚们中 两位长腿男神李敏浩和金宇斌着实夺人眼球 虽说李敏浩看似人气更高 但是李鸿基却表示自己更喜欢的是金宇斌 此次FTAllen来到上海 是为了2月22号的演唱会 如果粉丝们想要更近距离的见到偶像们 就去演唱会的现场度过这个狂欢的夜晚吧 娱乐新天地李鸿基好可爱上海采访报道 真的是寒流震震袭来啊